朋友们好,我是猴子,带你看城市中的老建筑。 我现在位于大连的中山广场,面前的这栋老建筑建于1917年,距今已有100多年的历史。 这是一栋折中主义风格建筑,由日本人松氏纯光设计,最大的特点是将原有的欧洲风格建筑融入了大量的日本建筑元素。 外观上庄严大气,细节上又融入了很多日本的文化元素,今天就来仔细欣赏一下。 这是一百年前的中山广场,左侧的这栋建筑便是当时的大连一所,就是当时殖民政府的办公楼。 这是当时建筑的正面罩,塔楼非常的显眼,解放后这里又成为了大连市政府最早的办公地点。 如今这里是工商银行的办公楼,整栋建筑地上三层,地下一层。 最显眼的就是建筑顶部的塔楼,它是将日本京都奇缘积累的山车形象融入了进去。 画面上的这辆山车是不是特别像建筑上的塔楼? 现在来到了建筑的正门,整栋建筑的另一面层次坎非常的强,顶部是一个断裂式的三角山墙。 四根贯穿的壁柱,让这栋建筑看起来更有气势。 门前按中国人的习惯两侧应该摆的是石狮子,这里摆的是两个像蜡烛一样的石柱。 这个画风看起来就特别的别致。 再来看一下这个拱门,特别有特点,顶部是一个日式的唐破峰造型。 这种造型多建于日本的神社,而且大多都是木制的,放到欧式建筑里不是很常见。 这是门右侧的窗子,看起来很窄。 下面是一个地下室。 这个护网看起来造型也比较漂亮,但是不确定是不是建筑当初就已经有了。 每个护网上都有四个金色的圆形装饰,这个圆形的图案在楼的外墙上也可以看到。 这是花园围栏的一个图案,在拱圈的下眼,能清楚地看到有两个精美的花朵雕饰。 再来看一下门前两侧的石柱,这是非常有特点的两根石柱。 不是传统的希腊柱室,而是大胆地将柱头增加了斗拱的设计。 这是柱柱的部分,也同样有一圈精美的雕刻。 整个柱子看起来还是非常有特点的。 这是大门的把手。 在建筑的左侧立着一块省级文物保护单位的碑。 转角处也十分的精美。 这是建筑的东面,整体又回归到了古罗马的风格。 门上方的山墙又是一个日式的千鸟泼风造型。 这是一栋将欧洲和日本建筑风格完美融合的作品。 而且兼顾耐用,经过一百多年,看不出有什么太大的变化。 再用一百年也没有什么问题。 今天的视频就分享到这儿,下期见。